今天应该有37位接受检疫中心检疫的 在10加4的安排下去家居检疫的 这个数字都是会逐步慢慢做的 就是看着检疫中心的使用量 还有有多急 但是应该未必说立刻就会谈空很多空位 但希望就不会把检疫中心都失爆了 10加4的人士就是那些紧密接触者 紧密接触者我们一般会帮他们做28天的医科监测 所以平时如果他们在检疫中心 都是他们离开了检疫中心 我们都有多14天的医科监测 万一他在中间有什么情况我们都会送他去医院 今天我们会找到同性美带的地方 如何有些人 我们会带到一些疱维的地方 那里有点大گ的真理 还有我们不明天的医科监测 他们才可以送他来去医科监测 只有这些人家杜利